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时表示 美国在其他国家的生物军事活动仍在继续 对当地及相关地区构成严重危险 令人十分担忧 邵伊古还表示 以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为例 美国相关计划的实际目的就是研发生物武器 这直接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俄方已经多次向全球表达关切 俄罗斯专家将继续进行密切监测并分享相关信息